我都忍不住一直看這張單裙你知道嗎 而且我有點說他們有說就是 因為我是設計者之一 所以他打樣的時候我要去印刷上看 我還等不及他做出來 我就已經爆了一大疊就是回家手工 做那個把那個紙拿回家折 變成打樣每天都照三餐欣賞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有 就是風格其實很像B.A經驗冊 就是你看花花綠綠的這樣子 好我們接下來要帶來我們今天的主打歌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成品 而且就是今天來到再次來到中有成品 雖然勾起了就是那個弟弟可怕眼神的回憶 我真的很對不起他 好喔 我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台中日和的英文是 Ruby Dance 音太重 你有什麼感覺 那你為什麼用Groovy這個字 Groove 我很喜歡這個單字 就是 反正我也是類似十七歲之類的時候 喜歡一個 有點老的 因為還叫做Mr. Big 就是大人陸樂團 然後他們裡面有一首歌就是什麼 You look so 什麼 我忘記什麼喝了 看什麼喝了 反正那邊就有Groovy這個字 是迷人的意思 對 而且這是Groove用那個旋律的律動的那種感覺 對 Groovy days 所以是在台中迷人的日子 對 所以就是其實它跟那個 中文的翻譯不太一樣 而且其實台中日和它是 它其實是日文啦 就是 不知道它有什麼日和日和 搞笑漫畫日和 你們看Foodoo 比較會搞笑漫畫日和嗎 是的 對 而且就是你們 如果認真聽的話 會發現我有一次偷襲 搞笑漫畫日和的片尾曲 好 好 你們有看搞笑漫畫日和 嗯 我也很喜歡 嗯 好的 那你 那個那個 OK 好 我突然想到Groovy day這個字 喔一定50分的耶 好 反正我很想講 就是Groovy days 有一次我看一個影集 然後反正Groovy days被就是 女主角她爸媽說不要再給她生活費了 她說我不可以就是負擔你像紐約的Groovy days 再給你生活費 然後她就翻成時髦的日子 然後她想說 哇 所以我在台中的十年就是 我在台中七年半就是過著那些時髦的日子 那個女主角根本就是我 謝謝我爸媽 然後另外就是一題很重要的是 這張段劇的錄音詩是我姐姐 然後也是我上一張想像中劇的錄音詩 嗯 就是《常維牛星的貝斯手》 我真的很謝謝她 雖然她今天有啦 這張學員的太開心了 是不是 太過敏了 真的太過敏了 謝謝大家 你們真的很好喔 謝謝大家